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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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求婚的热度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他们想让咱们参加 知道了 这看起来好好吃啊 苏洁啊 你说得果然是没错呀 这次直播间邀请的 是你跟牟总同框 以锦绣夫妇的名义直播 而这家炸鸡公司幕后的投资商 正是牟师集团 他们果然想利用小锦赚钱 算了 咱们拒绝 不 我不仅要去我还要续运 我现在重新拟定一份合同 把该是我们的东西 全部拿回来 我现在说得够清楚了吧 你说你早说清楚不就得了吗 那小锦脾气性格 活泼开朗一些 那我不也喜欢也高兴吗 行了 行了 但凡你们俩不是闹别扭啊 我就放心了 跟你们结婚以后啊 这财产就得按法律重新分配了 我得去看看公司几成法 你们聊吧 热搜了 苏锦绣婚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剧本没人告诉我 她跟我说是为了事业转型 什么为了事业转型啊 不会这种话你都信吧 你清新一点你看看我 一个女生 突然有一天开始改变她自己 那肯定是因为有心上人了呀 她就是看上你了 不引起你的注意啊 你心上人是谁啊 我心上 完了 完了 有心上人 好了 大小姐 我还有约会 那么我先走了 高丽哥 拜拜 我先走了 老婆 先走了 周五晚八点 您和苏锦一起吃光卖炸鸡 你再陪肖门胡闹 年终奖扣三个月 这我还真没有 这家公司呢您是大股东 他们说了 如果你是一起出现的话 他们的利润将会翻倍 我什么时候投资的这家公司啊 三年前我给你点了一份炸鸡 你说他们番茄酱的甜度 你非常地喜欢 让我支持一下 我就帮你给他们投资了一百万 现在他们已经是全国连锁 并且是网红招牌了 退掉 退掉 高零 麻烦你记清楚 我呢 从来不吃甜的炸鸡 那是我记错了 素杰 确定了 穆总太忙 推掉了这个直播 那什么 理由不重要 那重要的是 咱们一个人上情侣档直播 多尴尬呀 不 那我应该更积极一点 他不来我也能撑起场景 这才更能体现出 我值得他续约的商业价值 不是吗 可是 你 赢了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你不就是担心我太多的曝光 苏锦的形象会进一步地崩盘吗 方姐 我是答应过你我可以扮演苏锦 但你得记住 我不是锦卿 我也永远演不了 你打造的那个苏锦 苏锦 那我 姐 午饭到了 行吧 那我再去对对流程 行吧 小夏 咱还有别的吗 有 随便听啊 你除了这些没别的吗 姐 你以前中午工作餐 不是都只吃沙拉吗 所以我也没准备别的 没事 不怪你啊 我今天胃口不好 我就先不吃了 阿珊 不装吧 事事被安排 连吃都不自由 公司有拼命安排活 难怪你会累 放心 你的解约金 姐姐帮你赚 姐 开 开心点 一会儿直播的时候 一会儿炸 炸鸡吃 阿珊 咱们今天 换个妆容怎么样 来 大家都停一下 来 大家都过来一下来 我们直播嘉宾啊 有变动 直播方案有更改 大家赶紧熟悉一下啊 确定问这些问题吧 这要是比较生气了怎么办 苏锦是出了名的好脾气 她怎么可能生气呢 哥 苏锦来了 你确定这甜蜜怎么了 大家好 我是苏锦 当红杂字机直播间送过来的 对了 忘了告诉你 他们的总部就在咱们二十楼 苏锦今天直播也在那儿 没兴趣 你可下班了 好嘞 苏锦 我要你去看看小满的情况 怎么 你现在已经有结果 可以汇报了是吗 告辞 好嘞 本来要发给小满的错评了 幼稚 好嘞 天哪儿 我们刚刚第一波发放的代购券 已经被全部抢空了 这就是直播 尴尬吗 尴尬吗 小婷 看这边 前面这台机器 正前方 大家好 我们本来不仅邀请了小景 还邀请他男朋友和他一起来 但是呢 很遗憾 最后沐先生没能够来到现场 您来方便透露一下 是因为什么吗 他太忙了 很抱歉啊 让大家失望了 我下一次 下一次一定带他过来 收到收到 这个主播问了 跟我们台板上对的都不一样 大家都知道 前段时间小景因为求婚的事情 上了热搜 我们都很好奇小景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 好像小景很着急 为什么是我求婚 首先我觉得 能提出这个问题 就已经说明你给自己的想法设置了一个框架 凭什么求婚的就一定要是男方 我们不应该给男女换上主动或者被动这样一个标签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一定要探索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感情模式 这两个人在一起舒服就行了呀 毕竟在这个时代 能够遇到一个想让你去求婚的理想对象已经很不容易 是吗 害羞总裁弟弟 是 我这个时候发弹幕 会不会显得我太悠者 我们小景说得特别好 苏杏 你的转型是非要建立在我形象奔盘的基础上 不行 我要热热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男性魅力 我怎么能说 和小景聊这么多 下面要进入我们今天真正的主题了 小景作为为我们今天的新品试吃官 要为我们试吃新品炸鸡 麻烦助理把那个炸鸡上一下 好 看来小景很开心啊 然后聊你们回来 那么当然 这是我今天最期待的一个环节 我一秒都等不及了 好 怎么了 我哥他为什么会去搜紧的直播间啊 你过来 快 快快快 过来看 孟总 您怎么来了 完全可以放心把车交给我去营业 你可以吗 当然 我刚前期不是炸鸡全不浮流光吗 你不可以 什么意思啊 家园们 你们有眼福了 我和你们一样激动 来 沐总 赶快给我们家园们打个招呼吧 好 大家好 我是沐秀伦 苏锦小姐的未婚夫 等一下 吃点鸡胖 喝多了 真能喝你嘴的狗粮 这也太幸福了 咱们的炸鸡啊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还请两位试吃一下我们的新品 然后也给我们的宝宝们做出一个评价 好 来 我帮你 听说和欣雅的人一起吃炸鸡会更幸福哦 来 我来啦 女艺人能这么吃炸鸡吗 看我小景吃多香 慢点 趁早 要死 这么油腻的吗 哥 我人没了 我好像 又从生命粉 解锁了其他新的属性 我也没了 我捧了三年的国民小白花 既然是艺人 请注意一下身材管理好吗 这直播我看不下去了 苏锦最近变胖太多了吧 怎么一点自觉都没有啊 胖成这样 直播还吃那么多 我呢 最近确实有点心宽体盘了 但是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活在别人给你们设置的标签里面 永远不要活在别人的神秘里面 大家想吃就吃开心就重要 莫总 你同意小景的看法吗 当然了 小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毕竟健健康康才最重要 对吧 又来了 对啊 难有力一定包胖 大家呢 也千万不要害怕吃炸鸡会变胖 适当的脂肪摄取 对人的生气来说是必要的 就比如说炸鸡 它不仅不会发胖 而且它可以加快代谢燃烧体脂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吃不胖的小技巧 就比如说我们吃炸鸡的时候啊 放在嘴巴里面 咀嚼三十下然后再下眼 其实刚大家肯定都没有发现我偷偷咀嚼了好多下才咽下去的吧 来 亲爱的 我们给大家示范一下 喂 人家给我啊 咀嚼三十下哦 憋恶心谁不会 算你很 口罗们也可以试一下 高林哥 我写的小说 他们怎么能够擅自改剧本呢 那要不 咱们来谈谈你的情况 嗯 什么情况 你这个小朋友 什么时候学会偷偷谈恋爱呢 我都知道了 你瞒着你哥就算了 你还瞒着我 嗯 我这不看你工作忙嘛 我这点小事就不打扰你了 哎呀 果然是长大了 都懂得保护一中人了 那当然 这彼此保护是恋爱的第一准则吧 我这大门还没处理好吗 我们再尽快地增加关键词句屏蔽 但是说实话 这网友评认自由啊 哎 这是怎么了 杂鸡不结婚卖空了 还预定了明年一年的量 已圆满完成任务 天哪 宝宝们不敢相信啊 我们刚刚有个匿名用户 已经把我们的杂鸡全部抢空了 这位粉丝宝宝说 她非常喜欢小锦 她是小锦的粉丝 也非常支持你哦 她说小锦直播辛苦了 那我们大家一起感谢小锦 谢谢这位粉丝啊 那因为我们炸鸡提前卖空了 那我们这次直播也得提前结束了 是不是还没吃够 那我们小锦再给大家说两句吧 首先呢 谢谢这位朋友啊 不过呢 我还是得说一句 理智消费 不许浪费粮食 下一次不许这么做了啊 感谢沐总百忙之中抽空赶过来 这次直播数据啊 一定会非常漂亮 二十一月的时间 怎么管理我宿主 希望你自己先留说 是是是是是是 方哥 方哥 小苏姐不见了 我到处都找过了 是 是带着炸鸡不见的吗 你赶紧去找他呀 一块炸鸡胖三斤呀 快快快快去快去 这还不许 这还不赢 满回一局 你咱们去洗澡 还要去洗澡 你不赶着炸鸡 干什么呢 你不赶着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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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苏贤 苏贤 住屋子 还有你到底在哪儿啊 这个炸鸡都不消停 露霄吧 过来 哥 你有话好好说 我这都大学毕业了都 你不能要求我跟你一样 一直不谈恋爱吗 我 你之前说 他突然改变风格 很有可能是因为喜欢我 你发烧了 你居然有一天会有 可能这种 自还是疑问的形式 跟我求证一个女生 是不是喜欢自己 这苏锦的功力 居然到这种水平了 快跟我说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然你真没救了 我看来他真的很不简单 非常容易 那我建议你换一个 就像你说的 他突然改变形象 与全新的风格面对我 很有可能就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 改变形象的路这么多 非非选了最奇怪的一条 倒也不奇怪 女生她说的不好看 她这样其实还可以 审美问题 不代表我会对这样的她 产生任何想法 说重点 为了进一步吸引我的注意 她开始打破我的规则 日据怀银 然后在公众面前 和你求婚确定关系 这心机也太深了 没那么低级 她现在用的 应该是心理学的吊桥效应 让我的大脑 错把惊吓 当成对异性的喜欢 你当时心跳加速了 怎么可能 见我没有上钩呢 她就把之前所有的行为 归绝于转型 和充分发挥自己的商业价值 然后就由网友的评论 激起我的好声 就成功保引到现场之后 她又 然后呢 然后呢 那直播之后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 哥 这已经很明显了 这苏锦他就是对你心动了 他正在想尽办法 引起你的注意 是不是眼球的注意 我一定会查清楚 弄明白 怎么感觉我哥今天怪怪的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这个时候啊 你这个脸就太侧了 要时刻注意和镜头保持关系 三十度角 才是最好看的 来吧 哇 这网友也太能挠鼓了吧 我当时的眼神明明是在告诉沐秀伦 别演了哥们 怎么就变成韩清默默秀恩爱了 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在讲啊 我刚刚说的那些日后工作你都用得到的 是吧 虽然这次直播效果是不错 那咱也不能骄傲自满啊是不是 知道了 知道了 接下来 就要办正事 什么正事 搞定陆修伦 跟他继续合作 就要把女人都放下来 你又要做事 我们要做事 穆总 ό 女ector 喆уют 黄桓 我是去谈续约 正经的商务合作 你们给我打扮成这样 是什么意思呀 这谋容容的什么玩意儿 虽然是私人行程 但是你们现在热度正高啊 那到哪儿都避不开镜头的 注意形象啊 这哪儿是娱乐圈呀 这分明就是出门的世界 苏 苏姐 我把这口红放你包里了 你吃完饭记得 补一下啊 补 补 补什么补啊 这 这 这是什么呀 你们都给我穿成这样了 还不让我带着男朋友 保驾护航啊 贵男友我一定会精心保管的 苏姐约会愉快哦 千万不要冲动哦 好 嗯 你以为我只有一把唇一刀吗 苏小姐 沐先生他马上就到了 他吩咐我先为你点餐 好 选个什么呢 公运来的澳洲龙虾要品相最好的 冰岛生蚝给我来一打 罗威三文鱼两克帝王蟹 山海虾我觉得你们看着搭配 沐先生有个事情 好的 先插等 沐总来了 盘盘进山吧 这次可是沐总同意赴约的 合乎规定吧 合规是基础 那不代表有价值 说吧 什么事 好 那我们就说一点有价值的事情 你看咱们合作都三年了 一直以来非常地顺畅 那现在还有一个月期就满 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 继续合作的事 苏小姐之前搞出那么大动静 我没追究就算了 还想继续 开什么玩笑 我有这个自信坛 因为我是不可替代的 说说看 您的牧师集团 这些年因为咱们的合作关系 吃到了不少的天堂 尤其是这一次 您旗下公司的直播 这直观呈现出来的 商业数据都好 莫总你看的 肯定要比我更清楚 那其实照你这么说的话 我大可以随便找一个 其他女明星的合作不就好了 女明星是很多 但是你看像我这样的年龄 出身背景的 找不到比我更合适 我还可以找其他行业的 优秀女性 来配合我应付家人 凭什么苏小姐就说 您是最合适的 你说到重点 咱们这合作呢 只剩下一个月 你在这个时候 却突然安排到了 求婚这一步 想必应该是有不得不 这么安排的理由吧 比如 运出家中场给他推婚 如果这个时候 停止了合作 莫先生恐怕要面对的 是卷土重来的麻烦场面 你们兄妹俩 照着你爸走的走 我都很爱情乎我的 爸 还是你自己要是爸 你不知道 谢谢我 客观分析利弊 综上所述 继续合作 对你 对我 都好 当然了 这一次呢 是我主动提出的合作 所以后面的工作 我一定会认真对待 苏小姐啊 苏小姐 我们认识也应该有三年 但我怎么觉得 好像这几天 才认识真正的你啊 说了 那是工作形象吗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希望我们的 续约合同内容 可以有所调整 除了那些资源 我要公司的股权 分红方式由双方协商 具体的细则呢 我已经拟好了 方姐她会发给高秘书看 你要多少钱啊 对 没别的 尽量多的钱 只要钱那就好办了 其实继续合作的事 我之前也有考虑过 所以早就拟了一份新的协议 里面加入了一些新的条款 为了不浪费是次约会 看一下吧 这家伙居然是有备而来 要是敢增加什么奇怪的条件 就别怪我动锤子 那些关于约会的细则 还有约会见面的次数 怎么没了 本来就是假扮情侣 去掉了那些浪费时间的事情 你不应该高兴才对吗 至于你刚才提到的分红和股份 等我看过你的具体条款之后 会重新你一份新的协议给你 好 穆总爽快 那既然咱们现在正事聊完了 我就开吃了啊 饿死我了 天天水煮菜 好久没开婚了 对了 穆总 我前不久换了联系方式 我们加个微信吧 我加你了 包个点酥 那 那个是因为 我 我特别喜欢有一句谚语 叫做 一天一天 你认识苹果 医生远离我 我特别喜欢吃苹果 这叫加盔素啊 每个人做得多吃苹果啊 这样 你看 你们有吃苹果 别快起来了啊 健康 健康 那走吧 外面还有记者在拍 我送你 不是 这些记者要干到什么时候啊 不是 这些记者要干到什么时候啊 论作一个专人秀的经验 苹锦小姐应该比我丰富才对 倒也不是不可 沐总 你前面靠边挺一下 哥 苹锦是不是朝我这儿过来的 不可能 他什么时候敢直接跟我沟头啊 不是 哥 你看 好像真要过来 就是 你 architect 你站在一边 还是抖了 你好像没跟我沟头 你还是让你偷水 你管了 我自己衣服 可以 quis et 那你 来 干什么呀 沐总 你坐那边去 剩下的我来开 资料里起你不会开车 那是人设呀 沐总你就放心交给我的 我一大男人 我还需要你保护车 你废话 来 干什么呀你 赶紧上车 你愣着干吗 愣着干吗 坐我了 可我们是不是跟丢了 那这是哪儿啊 好 甩掉他们了 接下来的路你开吧 好啊 我说过很多次 我最讨厌的就是意外 陆总 你快来看 好美啊 陨石 一般人都称它为流星 知道 那我喜欢它们呢 不是因为它们可以 许愿的这个传说 而是因为陨石一旦落入地面 它就会给地球带来 物质的变化 怎么说 你知道拨陨石吗 它就是像玻璃一样 有蓝色 又有地面 它呢 就是陨石落到地面之后 和陨石滚烫的温度 让地表的拔物质融融 然后冷却凝固形成 为了吸引我注意 还跑去学了地质去 方姐 给了我一个关于 地球学的剧本 剧本里面说的 故事 心扉 还重 还好我极致 差点落下了 你说的波陨石 最早在杰克的 莫娜威和被发现 所以也被称为 莫娜威匙 因为每一颗陨石的 成分不同 所以它们的成色 也都不一样 但没人知道 下一颗陨石会加在身上的 波陨石 无论 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咱们反正也不着急 看会儿先生再回去 就知道你动机不蠢 这太冷了 回撑里看 哥 咱今儿晚上 能找您回去的路吗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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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锤子呢 到了 等你吗 没有播载了 我就不送你上去了 路总 关于咱们新合同 你定的方案 咱们下次 能不能还是约在家里 这种私密性高一点的地方见面 以免 你说 不是 我认为我们的合作不用继续了 什么 我一般话不说第二遍 但鉴于你现在的心情 我说最后一次 合作不继续了 后续解约的事高龄会找你 时间还剩下一个月零三天 接下来还需要塑料姐多多配合 好聚好赛 你既然都这样了 还有我什么需要配合理想的 例如你拒绝求婚又反求婚 这一系列逾越合作关系造成的后果 我希望你和你的团队 给我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否则的话 需要赔偿什么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还有 我希望我得到的是一个 对我本人和我公司 没有任何影响的解决方案 明明氛围一直都很好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恭喜苏杰 恭喜苏杰 为了表示最高级别的庆祝 明天想吃啥 跟我说 我去给你买 你拒绝了 真的假的 真的不能再争 不是 为什么 刚才不是说气氛正好 拿下没问题 等着加工资吗 那谁知道 这气氛拿下 工资全部都是问题呢 不是 孙杰 你跟我们说实话 你和牟总是不是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私人恩怨 我不明白 为什么就不能续约了 第一呢 他屡次违反我们的约定 第二 反求婚的事 造成了一系列的连锁麻烦 第三 最关键 工作就是工作 不能参加任何情感 否则都会成为不改功的变量 我从来不和喜欢我的女人合作 你这叹气什么意思啊 不认同吗 认同 认同 就是吧 你看 这么好一个合作对象 就这么美了 那咱妈那边怎么交代 怎么交代 怎么交代你问我 是我负责的吗 你来告诉我该怎么交代 怎么办 两碗炒鸡蛋 马上办 马上去办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啊 约 是要续的 但我要让他沐修伦求着我来续 让我来听听学霸的计划是什么呀 我从小到大想要做成的事情 从来没有掉过链子 你知道上一个 不想跟我合作的人 下场是什么吗 葬身在你的地质锤之下 更惨 生不如死 那个人比我高五届 至今没有毕业 大家都到齐了啊 那我们就直入主题 下个季度 我们的重中之重 将放在推进全国最大型的 搬烟铜矿 QR铜矿的变购义务 一旦变购成功 也就意味着我们牧师集团 将在矿山行业 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 届时啊 集团的其他义务 都要为变购让路啊 我认为除了变购 除了保持现有的商业版本之外 还可以向新能源领域发展 在民用市场里 高涅电池呢 实际上的奋斗最亲的性能源 就像燃油汽车离不开燃油 电动车离不开电 而电池中涅元素的多少 则决定了电池的容量 孙副总 续电池领域 并有花瘾四人自败的质 我们可以抢先往前走一步 伸展涅中间品 也就是电解涅和硫酸涅 停 孙副总 开展新业务 并不像你想象这么简单 其一 需要业迹新的设备和人才 其二 公司的现有业务 需要调整和重组 其三 就像马董刚刚说过的 裂孔资源的问题 处处可都是高风险啊 但高风险也代表高回报 早在十几年前呢 异国为了振兴本国工业 一刀切叫停了红土聂光的出口 直到近几年才重新开放窗口 允许部分企业来异国做投资 但条件十分苛刻 而我最近也已经顺利拿下了几个矿山 收购了几家工厂 我反对 公司贸然突进 很容易失去原有的奖势 太冒风险了 我也反对 这公司发展到今天多不容易啊 行了 大家的态度呢已经很明朗了 小牧总呢年龄还是小 还需要多了解公司 对于新业务啊 我们大家也不要急着下定论 我们还要等等小牧总团队的详细不考 一会儿啊还有个饭局 就不陪大家啊 起讨论 秀伦 明天要有时间 给老三公司咱们资料 嗯 好 这帮老古董只会保守做事 现在新兴企业冒得这么快 这个项目的方向已经有人在做了 只不过是技术手段得不到解决而已 我们都已经把菜做好了 为了他们嘴边了 他们都不知道张嘴动一动 新项目的肯定是要做的 既然母公司不让做 那我们就投资一些新的公司来做 对 别跟那些戏图公司一样 见我们赚钱就养活 接下来呢 你就多去无色无色 看看有没有适合投资 并购的中小公司 好 我知道了 大学士 最近公司董事都对你不太满意 都在看二叔的颜色 一直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 不急 总有一天 我会用结果向所有人证明我的能力 我会用结果向所有人证明我的能力 是小景的消息吗 你赶快叫她回来呀 她想休息就让她休息吧 我了解她 等她调整好了 她一定会回来的 也是 强角的瓜不甜 想留的人啊 留不久 来吧 这儿呢 就是陆秋伦 从小到大的资料 从成长经历到性戏和爱好 再到公司资料 全都在这儿 很好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 还有我这个活体资点 文字查不到的 欢迎招呼查阅 其实我一直想问 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 才促使了锦青 跟沐秀伦的合作 最开始找咱们的呢 其实是她的妹妹沐小满 沐秀伦呢 在公司刚刚有一些起色 出席各种场合 都需要带给女伴 所以呢 就找到了锦青 后来到了他们家才发现呢 一半原因是她 她要提升自己的个人热度 另外一半呢 是沐总的母亲 逼她找对象 这些年牧师集团 除了自己的老牌业务以外 她也进军投资了很多 其他的行业 比如娱乐行业 互联网行业 那也因为苏锦的关系 让更多人了解到了牧师集团 也更方便她打入了年轻市场 所以你妹妹越优秀 能给牧师集团台台的利益 就越大 所以对她这种没老板来说 成些数据才是最直观的 所以你妹妹越优秀 作曲 李宗盛 喜欢你就是最大秘密 喜欢你就是最大秘密 Love wave对一夜动情 恋爱的谜底预先倾听 两个人探测一颗心 时光灯照亮的瞬间 如人生梦境中旋转 爱就在身边 要多看你一眼 当冰箱遇见了太阳 波雨时划过了心房 刻下的纪念 思暖流到永远 Love wave陪你到天晴 天的温柔化科学道理 心动是最好的默契 时光灯照亮的瞬间 时光灯照亮的瞬间 如人生梦境中旋转 爱就在身边 要多看你一眼 在冰箱遇见了太阳 当冰箱遇见了太阳 波雨时划过了心房 刻下的纪念 随暖流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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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暖流到永远